在企业数位转型云端运算蓬勃发展下 全球云服务龙头厂商AWS多年来 几乎每季营收都保持着三成以上的高成长性 而有家台湾厂商与AWS合作已久 五年来营收跳增超过三倍 更靠好自己未来的云服务营收成长有些会胜过AWS 它就是MSP云托管服务供应商依云股 云云股股票代号6689 自2014年开始与AWS合作 从台湾逐步向海外拓展事业版图 目前已是大中华区最大的AWS MSP业者 公司近年来营收获利逐年成长 预计于9月中旬从新贵转上市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董事长以及执行长现身说法 带您一同了解云云股过去的成长秘诀 还有未来的发展策略 我们最主要是提供亚马逊云端的服务给客户 通常是这样会发生整个business是这样做 就是说客户他想要上云 他要找一个方式来上云 通常客户自己内部也会评估他有没有这样的人才 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是这样的人才是非常少 所以非常多有名的客户来找我们 我们跟客户就开始研究怎么去上云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客户上云之后通常他会想要改变原来的方式 用云上面原生的能力去协助他 可能就应用到AI 数据的处理 这就是大概云的旅程 更重要是上云之后客户怎么样去管理他 因为云你用的多你可能就付很多钱 所以他们怕花太多钱 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管理的体系跟一个软体 来协助客户做这样的运维跟管理 所以我们大概服务就是第一个评估客户上云 我们帮他弄上去 第二个上去之后的修改 第三个帮他做什么监控管理 就是我们最重要的MSP的服务就是在这个部分 我们收费不同 比如说刚才讲的migration或评估 它是一种一次性的收费 上了云之后 当然我们会根据它的应用的情形 收不同的费用 从5%到40%都有可能 看他所管理的东西跟服务的内容 有的只要5×8 然后5个工作天跟8个小时 有的是7个工作天24小时 有的可能是网页 有的是核心系统 有的是应用程式 所以这些的所需要的服务的等级不同 有的可能他可以一个小时后回复 有的要15分钟 这个等级可能更高 所以会根据客户的需求给他不同 就如同执行长所说 客户对云服务的需求百百种 基于2014年以来持续跟着AWS的脚步升级技术服务等等的内容 一次次的经验累积也让伊云谷成为大中华区可以提供最多服务的单一厂商 而公司也将这些经验整合成系统并申请专利 创造竞争力机 我觉得要云端服务大概有几个方向 一个当然为了资讯安全的考量 他要做另外一个备员 第二个就是说企业不想投资那么多在原来的硬体上面 因为云端的整体的成本还是比较便宜 当然未来他是可能是零碳排 所以更好 企业会把他的原来的应用就弄上去 第三个就是可能客户根本不是在低端 他一开始就想在云端做 那个架构的设计跟应用的范围就会比较不同 我们就跟客户谈整个的设计的架构 跟云端怎么去使用 然后他要做什么样的分析 我们大概可以提供 应该是整个台湾跟东南亚 甚至大中华区提供最多服务的单一厂商 我们布局专利是这样 因为我们做得很早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发现了说 在云端的很多管理 事实上是大家都不太会做 所以我们把这些管理的经验 汇整成一些也是专家系统 然后用来管理一个Playform 就是我们讲的Cloud Management Playform CMP 这个CMP就是客户进来之后 可以透过这个平台 去管理他云上面的资产资源 甚至有没有符合Compliance 或者资讯安全 有没有符合原来原生云的架构 应该有的资讯安全 甚至你可以看到你的用量是不是太多了 我们后面有AI在预测说你用得多 你放错机器了 你应该放便宜一点的机器 或者是你的用法应该是晚上要关机 因为你晚上都没有在用 所以我们就会自动化去推荐客户 更重要我们会Check客户 有没有符合他公司的治理 比如说你应该每天要备份 那也是没有备份 不管你的人 你的员工用你的账号 去开的所有的服务 都要符合你这个规范 那都是自动化的一个管理的平台 这是第一种专利 第一种就是什么 资料处理的专利 因为我们很早就做那个 云上面的资料处理跟AI的应用 所以我们在这些管理也沿用原来的精神 做一个资料管理平台的一个专利 那第三个现在可以看到就是AIoT AI跟IoT的一个专利 因为我们有一个团队是跟智慧制造有关的 这是你现在看得到的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专利还没有出来 出来会再适当的去发布 除了可以满足多样化的客户需求 以及在多个领域均具备专利 应用股认为自己还具备产业先进者的优势 并早已将完整的服务经验复制到海外 似在产业中相对特殊之处 也是让营收快速成长的主因 从整个应用股的这个飞轮来看 第一个我们先进入着这个市场 所以我们拥有最多的经验 也取得最多客户的认证 还有原厂的认证 那因为这样的能力呢 带动我们的更新增的客户会进来 因为客户在评选客人供应商的时候 都会看谁最有经验 那也因为这样 又取得一些新的软体公司进来 所以我们就是不断的飞轮 从最多的优 最早进入然后经验最多 然后客户的信任 又得到原厂的信任又进来 所以这个飞轮就不断的延伸 更重要我们把这个能力复制到海外去 如果我们在台湾做这个飞轮 可能我们的营收没有办法成长那么快 但是我们到了海外去之后 我们现在在海外的营收 占我们公司的营收 在云的部分就大概有 70多%从海外回来 那这也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就是能够落地到海外去 我们跟AWS合作很久 那也取得非常高度的信任 可是市场其实 每一朵公有云都开始成长 所以当客户需要的时候呢 客户常问我们说 那你可不可以帮我做这个 那既然我们要做 我们也会跟原厂合作 我们才有足够的讯息来合作 所以其实这个合作是面对客户的需求 所以当客户要不同的云 不同的服务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提供 所以我们现在有像甲骨文 Microsoft 那有Salesforce 那有SAP 那还有这个国家仪器的NI的部分 那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可能资讯安全 或者资料处理 像Databricks也跟我们在合作 所以这个ecosystem就会越来越大 那这些跟我们合作 你先上看到我们有最充沛的人力资源 还有可以做市场分隔 因为我们的客户几乎在云上面 所以他们如果要销售给云 使用云的这个客户的时候 通过我们这个Channel 其实是最容易得到客户 这个第三方机构来评估 我们在MSP的能力 是跟Global占比是前20名 那这样的能力 从Channel E2E来看的话 比如说它几乎都是美国的厂商 一两家印度的厂商 然后再来就是可能欧洲的厂商 那台湾大中化区 甚至东南亚事实上没有这样的厂商 那我们在里面评比不错 那最近在它那个垂直市场的评估 我们又是前五还是前六 就一百大里面的前几名 大概你没有看到其他台湾或东南亚厂商 在我们这个市场跟我们在竞逐的 那未来我们还会持续进步 所以我们还是以这个能力去吸引市场跟客户 除了云服务 义云股也有经销存储产品 今年上半年营收未能保持增长 主要就是因为存储市场需求转弱 以及公司想要更聚焦于高速成长的云服务事业 调整接单所影响的 看向未来 义云股认为 以AWS近年营收保持三到四成增长幅度来看 公司因为有三面向成长都能加持 尤其主要布局的东南亚地区 在全球云端市场成长性最强劲 所以布局逐步发酵 将成为营运很大成长动能 就是我们一开始在台湾做一做 我们的地理区域就到了香港 那香港做一做 我们到菲律宾到东南亚 同时在台湾因为相对比较多的资源 一开始 所以有我们就训练了很多 包含资料的能力 AI的能力 或者云上面写成应用软体的能力 那当然会往海外去走 那在AWTC发展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新的软体又进来 所以在软体新的应用能力也上来 所以我们有一个新的软体 大型软体的服务 然后呢 有一个技术能力的演进 那再一个地理位置的成长 那所以你可以可见的 未来我们海外的分公司 大概会像台湾这么完整的服务 一直给到他们 那这三个面向 就是我们的动能 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动能是非常的快 大概整个云端的成长 应该是2 30%的成长 是整个大盘 那亚马逊的财报也刚出来嘛 它去年大概也成长了30几块40个percent 那我们又是亚马逊的这个重要的合作伙伴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成长路线 那我相信我们做应该比亚马逊做得更多 因为我们所处的区域是现在最高速增长的 就是东南亚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还是很正面来看待未来的成长 因为看好自己具备良好竞争优势 还有产业前景乐观 公司规划逐步扩大营运版图 为了充实营运资金 更多人才运运股将于9月中旬挂牌上市 云端发展是趋势 那目前台湾还没有这样的软体公司来上市 过去台湾在制造业的实力我想是无庸置疑的 那我们也希望利用这个机会 在软体服务上的这个能力 来起一个领头羊的角色 让我们在软体实力也跟制造业一样 能够吸引国际的这个注目 那再来我想运用这样的一个资本市场的优势 来厚止我们的实力 那因为我想刚刚也提到 我们在海外布局 那未来这些布局都需要一些资金的这个需求 也能够因为上市会提升我们 在国际的这个品牌的知名度 那再来我想软体服务最重要就是人 我们希望利用这个上市的机会 来吸引到人才加入我们 我想年轻人现在 我在台湾目前来讲 很多年轻人在这一块也非常有兴趣 那我想利用这个上市的机会 也吸引了人才 跟我们一起往海外来做发展 运营股在云服务市场深耕多年 具备多项优势 搭上云端商机后 营收获利也逐年攀升 虽然股本陆续膨胀 但EPS还是从2016年的1.05元 成长到2021年的3.4元 今年正值存储事业调整的过渡期 营运成长受到一些影响 不过公司认为调整后对毛利率 获利还有现金流都有帮助 中长期展望还是相当正向 至于后续在数位转型浪潮下 应允股拓展事业版图的成果将会如何 我们也将持续为您关注